这个被述中指的男人是个老师 但男孩没想到他还是个有钱客的流氓 他会用自己带着三倍镜的彩蛋枪射击学生 让他们乖乖上课 但即使这样那也是防不胜防 而他主要目的是在学校偷偷挖条隧道 杰克因为抢劫才刚刚出狱 就爱喝点小啤酒 他曾让朋友帮忙藏赃款 但跟着地图坐标发现 这被埋在了学校的新建筑下面 还不上钱那挨打少不了 他准备应聘学校管理员顺便拿回赃款 第二天立马开车来到学校 看得出来他很流氓 但面试者属实有点多 于是他就敲碎了报警器 这回就剩他自己了 而校长是想应聘代课老师兼管理员 没的选了只能他 还让他随后补齐材料 他立刻搜索教师资格证 刚好一个学生不听路西老师的话 他就耍了一波狠 以此混熟来到路西家里讨论学术的问题 而他则趁机偷下了迷药 等路西晕倒后 就翻箱倒柜找他资格证 打印机坏了只能拷贝 此时室友回来 他立刻脱掉衣服进行机制的伪装 为了符合气质 特意弄了眼镜 还装了他最爱喝的小啤酒 这刚到办公室 就有一个参加过海军的老师 因为无法处理让人头疼的三班 跳楼自杀 学生们也只顾纷纷拍照 这三班没人管 校长就分配给了路西 而杰克的班级倒是还挺乖 他让学生去抬个电视过来 以后上课就看电影对付了 三班的学生是自带buff 他拿粉笔写字被沾住 却打开水龙头 被喷了一身的水 想用毛巾擦干 还弄了一脸黑 开门要走吧 握了一把翔 而校长早知道会这样 还让他别矫情 可他却哭得像个孩子 到了夜里 杰克拿个稿就开始挖隧道了 此时路西发现资格证被杰克打印过 他迅速来到学校调查 果然一模一样 他指责杰克就是个诈骗犯 还色诱他 要和校长举报 一番激烈讨论后 他们达成协议 那就是换班级 让杰克去带三班 自己本就是个流氓 还怕这帮小屁孩不成 就当流氓老师杰克 想拿点名册的时候 被淋上了不明液体 想站起来 屁股还被粘在了一起 费了他好大的力气 这是搞心态 他来自己车上想回家 结果还被崩了一身的毛 自己就没这么被欺负过 校长喊他赶紧回来上课 为了埋在地下的钱 他忍了 这隧道呢 是挖的如火如荼 但他也开始反击了 来到教室 好多人要逃课 他立马组装好彩蛋枪 对逃课的学生设计 一枪一个 就连要跑毒的那个 也给安排下来 他和大家摊牌了 自己就是带几周课 都和谐点 露西来借粉笔 还问同学为啥哭 而他就在晚上挖洞的时候 那唯一的住处也失去了 不要心还怼碎了挡风玻璃 真是乌漏偏逢连阴雨 露西看到他悲惨的样子后 提出如果能让学生进步 就可以在他家住 那住的却是仓库 他也研究了每个学生的资料 可还是难改流氓的气质 不过带点帅 学生不进泳池 他就手动给推进去 不让人上来 有人打架他去劝 结果却被击中了要害 愤怒的他直接按到水里 让他知道 带铁土的老师不好惹 干得背负 这天挖洞时 他挖到了时空胶囊 看到了露西的信 他渴望一个帅气的男朋友 并想当一名好老师 这让杰克想起自己小时候 被老师说是垃圾 一事无成 他感到很不开心 喝的也是有点多 第二天在教室醒来 又被学生捉弄了一番 但他没生气 校长说 这帮孩子整体智商处于零 他也决定要改变了 而学生中 有的人想当大毒枭 有的人想靠救济金混日子 于是杰克便带他们参观 尹君子的生活 看看领救济金的一家 到底是什么样 用现实教育他们 他还说了善意的谎言 忽悠大爷妹 成绩贼好是个天才 学校的话剧表演 他觉得很尴尬 于是就自己带头改稿子 充分发挥大家的想象 和同学们的关系也更进一步 自己的隧道也挖的差不多了 学生评测出来 最好最可爱的老师都是杰克 露西却感到很失败 而他主要是和学生有距离感 杰克决定帮帮他 他曾是被整得最惨的流氓老师 现在却带着露西和学生们 一起给火车涂鸦 结果呢肯定是被抓 而就是要这种打成一片的感觉 果然大家对露西的态度有了转变 领导来校里视察公开课 曾经最烂的班级 却表现的最好 此时的露西已经喜欢上了杰克 但杰克知道自己终究会离开 他也挖到了埋在学校地下的赃款 不过经历过这些后 虽然拿到了钱 但他并不开心 甚至有些悲伤 他带领学生改编的话剧 也赢得了大奖 获得一致好评 科学实验也有了不错的成果 校长问他要不要转正 他拒绝了 因为他是个有钱科的流氓 就在露西上体育课时 可能是因为体重的原因吧 他发现了杰克挖的隧道 此时杰克还正在那往里填土呢 露西也知道他是个抢劫犯 认为他来学校就是为了赃款 喜欢他是伪装 一切都是欺骗 那杰克来不及解释 他哭得很伤心 杰克也很难过 考试前 每个人都拿出了一张激励自己的照片 这是杰克教的 露西打开抽屉 发现杰克的照片便是他 此时杰克朋友来到教室 送了一封杰克的道歉信 还把钱捐给了学校 朋友说是露西改编了杰克 如果现在放弃 那杰克可能变回去 而他也确实在和朋友准备抢劫 突然三个学生看到他 想让他帮忙买些东西 刚好一起涂鸦的那辆地铁 在眼前驶过 他也放弃了抢劫 逛马路的时候提醒学生看红灯 小孩牵起了他的手 他体会到了责任和被需要的感觉 他还假装被抓来找露西 让他等自己几年 但却给他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俩人也成为了过分要好的朋友 面对校长他道了歉 而校长却说这个班进步很大 想留下他 但杰克却连高中都没毕业 校长的也是拼了 直接让他在这个学校毕业 然后再读夜校来弥补 本片虽然定义为喜剧 但对教育的根本也有深入的体现 可能不存在这样的老师 但每一个学生都不该被放弃 尊重和理解才是打开心门的钥匙 给予的同时杰克也得到了救赎 散会